你获得便是诺亚的能力 在大宇宙黑暗与光明之间进行人道主义革命 天台上 你单独一人在那发呆 泽景走了过来 这一次的敌人很棘手吗 难得见你如此惆怅 不 你叹了口气 利加德龙还好 但从刚刚被我打爆的斯菲亚看来 意味着十年后的敌人 有可能会在短期内进攻地球 现在只不过被阻挡在宇宙 死言一出 泽景都惊呆了 竟有人在宇宙阻挡如此凶险 也是奥特曼吗 你点点头 没错 它是十年后会在地球出现的奥特曼 名幻戴拿 由飞鸟性继承父亲的光而成 但现在在宇宙阻止斯菲亚的 正是飞鸟性的父亲 飞鸟依马变身的戴拿奥特曼 这下泽景彻底镇住了 那我们现在去支援他吗 你摇摇头 等亚特第四号完全开发出来后 才有这个可能 毕竟需要超过光 突然你想到一个奥 对呀 让他去找不就好了 你紧忙找到黑暗三人组 希特拉 我给你一个任务 去宇宙寻找戴拿 支援他 并且带他回来 任务有点艰难 希望你体谅一下 没问题 咱俩谁跟谁呀 希特拉很失实物 主要是看到你之前那恐怖的实力 一旁达拉姆开始阴阳怪气 呦吼 希特拉你出息了 居然对一个光之战士 驱言复世 什么话 什么话这是 希特拉急了 我希特拉一直以来星象光明 当年只是误入歧途 而且你去外面打听打听 当年被我杀死的 个尔战与梅尔巴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吧 你清高 你拿我祖宗刷战机 卡米拉看出问题 怎么了 是发生变化了 你点点头 没错 事关地球存亡 如果宇宙中那东西与加坦极恶联合 那就该找个小孩 咱喊干巴呆了 卡米拉听不懂 为啥要找小孩喊干巴呆啊 一日 利加德龙再次出现 目标是鹤旗发电站 得紧忙询问绝景 完成了吗 副队长再给我两分钟 你无奈 这比比硝烟还卡点 记住 这玩意儿只能打在奥特曼身上 别设错了 交代完后 你发出指令 大谷新城一号机 利娜中方跟我上二号机 出发 两台战机当机飞出基地 当抵达现场时 利加德龙已经在撕扯电源线 中方立刻下令 攻击怪兽 给绝景争取时间 新城驾驶飞燕一号耍小聪明 绕到怪兽背后玩偷袭 却没想对方早已发现 转身就是一发光线 飞燕一号再度坠机 你无奈掩面 真怎么丢脸啊 绝对是新城主驾驶的 利娜也复合 没错 大谷技术那么好 怎么可能是她 一定是新城 刚跳伞成功的新城 听到自由卖后 一口气提不上来 直接晕了过去 大谷无语 你这王牌飞行员 有什么好气的 在知道对手强大的情况下 大谷没用复合型去试探 切换大谷快乐性梦 就完事了 你疑惑 咋不切空中型呢 当看到利加德龙后面 那三只脚石 瞬间明白 那是大谷刻在DNA里的记忆 战场上 利加挑至怪兽背后 一手成刀刚要劈下时 突然愣住了 原来利加德龙高65米 大谷只有53米 手太短 劈不到啊 胜利队也沉默了 不是 利加挑到怪兽背后 发什么愣 干他呀 正想着 利加德龙反身就是一逼斗 将其抽飞了过去 可嗖 大谷艰难爬起来 就让你看看我训练成果吧 玄机双脚一蹬月至空中 凝聚火焰于底部 嘶拉一声 利加德龙头后面的三个脚 全断 卧槽 你人都干嘛了 雷欧飞踢 这货无师自通了雷欧飞踢 接着大谷切换为空中型 躲过利加德龙的反击 再一瞬间切回了快乐型 点击拳 一套组合下来 打得利加德龙亲妈都不认识 就在这时 绝景驾驶一号机赶到 各位久等了 迪加还撑得住吧 你嘴角抽搐 你再不来 我怕利加德龙要被大谷活活干死了 下一秒 飞燕一号发射生命转化光束到迪加体内 大谷秒懂 切换回复合型 超级生命转换 光线 致辞 三位宇航员成功与利加德龙分离 大谷也再度释放载佩里奥 将其彻底毁灭 成功了 中方与利纳互相击掌 将其博士他们都回来了 宇宙中 希特拉不断在乱逛 除了地球的方向外 他完全就是个路痴 不过倒是遇到个自称宇宙正义使者 那坦星人 狠话还没放两句 就被希特拉一招给干掉了 直至六大半个月后 来到一片星域 发现这里一颗星球都没 哪怕陨石都不存在 这跟陈平安跟我说过的特征很像 应该距离不远了 突然 前方出现无数网格状发光球体 朝着自己飞来 希特拉紧忙使出光线横扫 轰轰轰轰 一大片斯菲亚爆炸 然 又有更多的斯菲亚相继而上 眼看希特拉要被附身时 天空飘来一道星光 伴随着一声战吼 索尔杰特光线横扫而出 斯菲亚全灭 希特拉欣喜不已 终于找到你了 戴拿奥特曼 如今希特拉在宇宙中遭受斯菲亚围攻 被飞鸟伊玛变身的戴拿所救 终于找到你了 戴拿奥特曼 飞鸟伊玛有点懵 戴拿 你是在叫我吗 没错 希特拉点点头 地球上出现了斯菲亚 我受人所拖前来找你 什么 明明我把他们都拦在宇宙 怎么还有漏网之鱼 现在地球怎样了 希特拉脸色严肃 目前有五个奥特曼守护 但也撑不住多久 此话一想 飞鸟都惊呆了 五个奥特曼都守不住 他们要不止斯菲亚吧 你们是捅了什么马蜂窝 还有 到底是谁知道我的存在 希特拉嘿嘿一笑 那位大人是我的偶像 你回地球就知道了 另一边 你带着野瑞去电完成 提前用美男计 勾引超级人工智能卡莲 令其成为亚特第四号的主系统 办完一切后 碰巧撞上中方与居监会 队长 我房间钥匙还下给我 居监会拿出钥匙交还 这几天谢谢你的宿舍了 文婷此言 中方的目光都快能杀人了 队长 居然这几天都睡在副队长的宿舍 但你离去后 中方再也忍不住大声质问 为什么 队长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为什么还要跟陈平安住了 居监会立声打断 中方先生 这里是TPC 不是你追求女人的地方 给我让开 说吧 头也不回地离去 好好好 既然要我让开 那我就让一辈子 中方开了台 飞燕一号降落在静岗县 随意找间酒吧买醉 碰巧遇上小野田瑞 两人一见如故 喝的是酩酊大醉 冷之时 其实中方根本不会喝酒 就在这时 新闻播报 海岸附近发现巨大生物尸体 中方看都没看 连滚带爬的上了飞燕一号 向现场飞去 没多久 你在基地收到警务局通知 中方醉酒驾驶飞机 撞坏了警方的无人机 已经被抓捕归案 居监会无奈 副队长留在那指挥处理怪兽尸体 我去保室内二货 行 你点点头 准备好燃烧弹 这个怪兽并没有死 我们要趁此机会一并解决 大谷形成老样子 上一号机 其余上二号机 出发 警局内 居监会带着中方走出 第一时间破口大骂 酒后开飞机 你是企图用这种拙劣的把戏 来引起我的注意吗 中方低着头 抱歉队长 我会自动退出胜利队 居监会无语 你当胜利队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以后代罪立功吧 居监会边说边离去 还有 我就借助陈平安的宿舍 那几天他睡在大谷那儿 听到这话 中方瞬间乐得像个三百斤的胖子 收到 队长 海岸边 已是尸体的吸力战突然复活 好在胜利队及时赶到 但即便使用了燃烧弹 也无法消灭怪兽 而你与卡米拉 还有达拉宫看着这一幕 默默地挽起了石头剪刀布 输的人去解决这个怪兽 可恶 你们真的忍心 让一个娇滴滴的女傲 去对付那么下饭的怪兽吗 娇滴滴 达拉宫惊了 你殴打大谷的时候 怎么不娇滴滴了 一只怪兽附近 在他要攻击飞燕一号的同时 光鞭悄然出击 呲拉一声 火光飞溅 飞燕一号左旋又遭重闯 星成在坠机的那一刻 显得是无比迷茫 明明我已经躲过怪兽的攻击 为什么还会坠机 轰隆 星成被震晕过去 大谷确认这货真醒不来后 无奈掏出神光棒 由于吸力战太过于下反 大谷切换为空中型 不断使用蓝帕尔光弹攻击 一点肉搏的想法都没 很快 吸力战身上掉落各种液体 恶心的不行 你第一时间大喊 迪迦 这货跟超兽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没有痛绝 用八分光轮切个他 温挺此言 大谷似懂非懂 切换回复合型 将能量凝聚于手心 一道巨大的八分光轮显现 接着冲上去就是猛坎 三下两出把吸力战切成了兽棍 最后再配里奥收尾 三天后 凤凰号已经下线 众人开始争夺试飞权 形成距离力争 我是王牌飞行员 理应由我去 丽娜撇了撇嘴 死亡的往事吧 全队的坠机次数加起来 都没你一个人多 你形成气的不行 但却又无可奈何 最终你拍板决定 由大谷与丽娜去试飞 凤凰号飞出了大气层来到宇宙 新麦克斯系统启动 仅用半小时 实现了火星与地球的往返 正当准备离去时 丽娜惊呼 我看到了一座道 大谷仔细看了看 没有啊 丽娜你是不是眼花 她没有眼花 真的有那座道 你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出 先回基地 我再慢慢解释 待凤凰号离去后 隐匿在虚空中的太空岛 开始扫描地球 被经济的力量再次出现 但保障系统不足以消灭它们 需要去接触人类的一对势力 合作消灭地球 会议是 你给众人科普了下 机械岛的由来 让大家做好戒备 随时应对机器人的入侵 然 经过上次机械岛出现后 它就一直没动静 你很是不解 不应该啊 按剧情走向 他们早该拍那些机器人 下来搞的呀 这个环节出问题了 正当你发愁时 绝景随口讲了句 我的恩师水野博士 刚乘坐探测器 去探索一种 名为闪电人的生命 此话一出 你瞳孔咒说 快 马上让水野博士回来 为什么啊 绝景不见 因为真的有闪电人 而且他们还会吃朋友 宇宙很大 但把朋友当食物的种族不多 不过加入算一个 闪电人也算 而且他俩都属于吃了朋友 就能变强 卧槽 绝景紧忙联系水野博士 可探测机毫无反应 怕是凶多吉少了 闪电人潮穴 加佐特看着眼前的 钢板机器人 露出疑惑 你是谁 看起来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机器人发出 嘰嘰嘰嘰的怪笑 我是宇宙宝藏系统 地球人开发出 竞技的力量 影响到你们生存 所以我们应当 联手消灭它们 加佐特拒绝 不行 我刚吃了几个 它们很好吃 和朋友一样好吃 你要做掉它们 我吃谁去 听完机器人的CPU被干烧了 朋友和好吃的 有因果关系吗 嘶啦一声 机器人的系统当机了 接着备用智能启动 那我们只消灭武器 剩下人类给你吃 总不 可以 闪电人点点头 不过你看起来挺好吃的 能让我先吃一口吗 下一秒 机器人成了加佐特的盘中餐 当天晚上 樱花省各地出现不明机器人 你明白 这是机械岛 故意送下来的 想要TPC 把它们整合到一起 届时拉托大的 给大家欣赏 所以下令 把打死的机器人尸体 分别存放在各地的分站 不要运到总部 这波操作 属实让机械岛 那帮机器人傻眼了 不是 这些人类有病是吧 这么先进的外星材料 就不待会总部研究研究 于是乎 保障智能系统一个指令 所有在各站的机器人尸体 全部复活 纷纷朝防总半导集合 TPC会议室 你分析了下状况 明白闪电人加走特与机器 到联手了 总方第一时间下令 大鼓丽娜驾驶凤凰号 对付闪电人 星辰一号机 绝景与我二号机 一起干掉那个机器人 收到 看我去击落那机器人 你可别追击了 星辰大笑 我 追击 不可能 方总半导 大量机器人融合成机家后 观察了下四周 发现闪电人朋友不在 顿时慌了神 不是哥吗 闪电人呢 要知道在这段时间里 他做了大量的调查 发现地球居然有五个奥特曼守护 连机里埃罗德人二代都嘎了 才坚定要联合加佐特 但现在 人呢 一个都没来 玩哪 就在这时 系统显示加佐特出现了 地点 东京 阿喜八成呐 机家破口大骂 另一边 加佐特刚登陆东京 就被及时赶到的凤凰号 一炮将其从原地轰到了防总半岛 恰巧飞燕一二号也打得正寒 加强版德克萨斯炮 刚好能破机家的防 星辰也是开得很溜 接连躲避敌人的攻击 还得意地笑出猪叫 大谷 没有你的日子里 我可不会坠机 话音刚落 就感觉头顶 黑了 抬起一看 卧槽 是被大谷轰过来的加佐特 饶使星辰 紧急避险 飞燕一号的佐弦 依旧被波及 星辰含泪 拉动了跳伞 同时耳麦里传来大谷的声音 战场上 加佐特看到机家很是开心 朋友 原来你在这儿 害我一番好找 机家无语 我他妈才不想当你朋友 胡椒总部 敌人太强 我们需要支援 下一秒 机械岛再度出现在宇宙 道道闪电开始朝地球攻去 你在基地里下令 凤凰号去攻击机械岛 二号机拖出两只怪兽 大谷与丽娜第一时间朝宇宙飞去 你也走到基地天台 掏出净化信赖者 一个马赫一步 闪至亮寿面前 你刚不是说 机家是你朋友吗 要是不吃它 我看不起你 与此同时 丽娜为快速冲出大气层 动用了新麦克斯系统 导致刚到宇宙 凤凰号被机械岛的声波影响 所有仪器失灵了 自身也被吸了过去 眼看要击毁人亡之时 大谷默默掏出神光棒 丽娜答应我 丽娜一惊拳击面露羞涩 大谷是要临死前跟我表白吗 所以闭上眼睛 好的 我答应你 我愿意做你的话为说完 大谷按下了神光棒的按钮